所以不是等着佛来救你 是应该你心中要懂得如何 念你之间知道你原来都具佛心的 从此以后回报仇达于佛 这个中间只有仇达 你自己证得 那没有说谁救得了你救不了你 因为要是有救 有救是代表什么意思 佛们要讲心法的 所以心法那些粗糙的心理学 你都一定懂了 要是真正有救表示你就是定业 你就是定业才叫有救 既然是定业 你要被真正有佛来救你一次 你被救一次 你就会永远又沉沦 多一分堕在 我是凡夫 必定要等到一个人来救 这种业障多一分 所以佛不会如实现这样子救你的嘛 当你真正知道这一念决心时啊 当你明白真正明白这一念决心时 什么叫决心 决心就是从决中 你真正赤真恳切面对一法一向 你心中就能够启程潜移默化 那就是决心 那自然就能够启程潜移默化 那才是真正决心之中讲的揭引法 那真正揭引啊 所以那种揭引你会发现 用到如是决心时 你看到大山 大山就会活在你心中 揭引 你看到大水 大水就能够转过于你 揭引 所以揭引二字的另外一个名字 就叫做大绝 就是决心 但是你要有一个佛来揭引你 那种揭引还叫揭引吗 那种揭引只能麻痹于你 所以才会有到现在 现代的净土宗 不是都还讲吗 其实阿弥陀佛净土法门 跟基督耶稣 跟真主阿拉 是一样的意思 已经到如是可怜的地步 根本讲的法意都不一样 怎么会是一样的意思 一个是念念之间攀缘外在 有一个神力的拔击 那是暧昧于自心 自惰于众生的流浪法门 流浪思想 一个是永远叫你知道 以决应决 召见你自己的无量色无量光 拔击众生于 无始节来妄想苦海 根本的慈悲法门 怎么会一样呢 怎么可能一样呢 所以就知道 现代人念佛 就算念个三十年了 最终根本不发不敌心 然后只能够 最后就变成了败坏 打着净土就败坏净土 所以那就不是发正等正觉心 假如是正等正觉心的话 他就会讲不应注色身心 不应注身香味出发身心 因身无所注心 所以这个不应也可以讲不应 不应注色身心 他不是注在色身香味出发上身的 他是明白色身香味出发 正等正觉 你会是躲在色中顺心吗 其实这里面讲到一个关键 决心现前时 其实就是决 刚刚讲的决能知一切法 可是就在决能知到一切法时 你马上就会变成 好似就变成一切法之 在法一切法上 所以连我们的三界都是如此 最初是心中必定能够画他的大画 从摩西守罗现前 那无色界先不说 无色界就已经献出他了 只是你心中根本不注色 不注色能献色是最初的他 但是那个空性也是什么 也是娑婆开始启程时 那个空啊 无色界的空啊 那也是娑婆启程时 所以我们常常拜扇不想当 绝海虚空起 娑婆夜浪流 大觉你突然就有个空觉 那就开始面对一切勇嘛 因为觉你觉得空时 觉也会觉得勇啊 当你觉得有个绝空 那你就自然就会躲在觉得的有一个绝友 你就开始流浪啊 可是就在这个绝友当前 最初是你画他 画尊种种境界 喜来画喜 怒来画怒 是画他的作用 是摩西守罗 可是就在这个画他 马上当下你就变成他画 那就变成欲界了 因为是你决心画他嘛 每个感受都是你画他 可是就在当下你就变成他画了 那你就是可怜的欲界 就沉沦了 可最初的他画还叫自在 你站在上面还叫自在 那个自在是随着他画被他自在 那已经是欲界 欲界的流浪了 可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告诉你 决心一定不住在这种他画上 决心人画他都不住 所以他根本不住色身心 不住身香为处罚身心 决心是知道能现一切色 能画一切色 甚至于画一切色时有知色 在知色当下起成色知 知色色知全然明白 叫做不住色身心 不住身香为处罚身心 你的决心不都是如此吗 你现在他也都不住啊 你现在你的每一个念头 他有住过吗 你虽然每个念头现前时 你都以为好像现在 因为是凡夫 所以都是后面的种种色知 可是你慢慢也能体会啊 在色知当前一定有个知色 才有个色知吧 虽然你就算体会一点 有一个知色 应该有个知色的清静啊 你稍微摸出一点能锁来了 但那个能锁还是什么 还是最末少 能现能锁的根本就是绝 你不是只要知道能就好了 你不是只要快点